2019香港小姐竞选15名候选嘉莉 8月8日在澳门某酒店公开泳装造型 虽然高低肥瘦各不同 不过15名嘉莉的身材各有不同的美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一笔吓一跳 泳装环节素来都是嘉莉们最害怕 但是观众最期待的 虽然异口同声的说 是第一次穿那么性感的笔记尼 但从来不被视为大热门的7号嘉莉 廖卓义跟15号嘉莉姚宇佳 秀完身材后被发现是嘉莉中 身材最为澎湃的 不知道经过今天之后 两位美女会否觉得增加了不少胜算呢 其实我不会 就是我真的没有这么想过 我还可能 就是我心里想的就是 紧张忐忑是比较多的 就是从来没有试过 川永怡见大众了 就是好紧张好紧张啊 别的我都没有想 其实真的是没有这样子想 因为就最后最后在比赛的时候 都是看你的传体的表现 不是只是身材 还有你的笑容啊 仪态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是非常重要的口才 对口才 其实能够入围最后15枪 身材跟样貌 首先肯定是构格的 不过两大热门 二号蔡嘉欣 跟十一号黄嘉文 就对泳装环节相当的担心 蔡嘉欣之前被指 大腿内侧有纹身 黄嘉文更被指怀疑龙胸 蔡嘉欣承认 自己当天把自己的难言之隐 用化妆技术挡住了 所以表面上看不到有纹身 至于黄嘉文 其实她的身材也真的很匀称呀 有啊 我整个礼拜都没有吃饭 可是有吃面条 对 就是淀粉是吃少一点 然后就控制一下那个吃量 让肚子不要那么那么突 这样 那我就是 我知道自己早上 一整天都不应该吃那么多 要不然的话 那个胃缆就会吐出来了 所以我今天早上没有吃太多的东西 在满意自己的身影啊 今天 还好 希望大家不要拍到我的脆肉 肥肉那些 就满意了 大家高抬贵手 我也还好 其实可以再有进步的空间 就我希望自己可以多一些肌肉 看起来就比较健美就好了 太阳热光了 这个框 Eve 三book 这儿在这个地方 你也很理由 那一样 Aaron